詩詩推推秋 安若春天 春家 兩三百年沒改變 不要以為這是50年前的那個歷史畫面 這裡是桃園老坑溪 現在是111年 河邊洗衣服 水清鮮魚 這都是我們平常目前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因為這裡有六棵兩百年以上的老樹 然後也有非常多的老宅 所以這是我們家住在這裡 世代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很注重這裡的家 小時候呢 就這裡的環境很漂亮 突然改變的時候 我們沒有注意到 但是呢 等候我們注意到的時候呢 溪流已經開始慢慢變漾了 因為我們成立的隊員裡面呢 大部分都是我們沿著溪流的居民 所以我們居民呢 大家都團結起來 然後來維護我們自己的家鄉 然後讓我們的生活環境呢 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美麗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需求的 也就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溪流救食的問題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最常見的就是安養長照機構 丟棄的床墊或者一些櫃子 都是大型的廢棄物 我們加強巡檢 頻率 也去溝通宣導 現在已經改善了很多 除了巡富以外 我們還富裕養育 這段的溪流目前是我們富裕區 把魚養大了 再放回那個觀賞區 因為這裡是上游 水質非常的重要 好不容易把整個老坑溪 富裕和整理得相當漂亮 但是在109年的時候呢 水務局整個整頓河川把它清淤 但是呢 這整理一下來呢 是把中間的石頭啦 旁邊全部都 把草都挖掉 然後呢 一挖下去的時候呢 把整個河道變成空的 造成我們水裡面的魚呢 沒有辦法躲藏 然後那下洪水暴雨來的時候呢 整個流速增加 會造成整個沖刷更嚴重 水務局我們爭取溝通到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說把事情要圓滿落幕 我們做的最好的決定呢 就是把這一段富裕的地方呢 用人工方式去把它複育 除草 然後不影響這複育的區域裡面 然後把它整個草清除掉 讓我們的複育 那個複育魚的地方呢 也完成了 然後呢 雜草也除了 就是雙方溝通最好的方式 模式就是這樣子 因為水巡是屬於我們保護河川 但是花谷呢 是因為我們客家的既有傳統 现在一直在失传 那我们讲水巡里面 我们来培养一些花鼓队的人员 来继承我们这个客家花鼓 不要让它失传 所以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我们这样辛苦经营了四年下来 要花鼓队已经慢慢成熟了 也可以出去表演了 所以就慢慢就是整个 两个都成立起来了 我们的队员呢 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左右 甚至有八十岁以上的一个长辈 那我很喜欢这条溪流 我每天早上呢 也到这条溪呢来洗衣服 那我希望呢 把我们这个这条干净的水源呢 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 那我也特别在意 也特别的想要让我的下一代 拥有美好的环境 所以我们也要用环境来教育方式 让更多小孩子能参与之道 在这里我们的水真的很干净 其实我们这个居民都会拿衣服 菜来这边洗 真的其他的地方都很难见到这个情景 还有我们对高中生的水环境的参与 跟万能科技大学合作做漏龙 都是很实际的传承 你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维护水的工作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水 当然就是我们要来照顾这个老坑西 我们做得开心 做得快乐 做得健康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